即使我平時撞到傷或損傷都好 但因為自己夠喜歡這件事才會一直走路 我是Suki Wong 我是一個動作特技女演員 以前小時候就很喜歡看港產片 尤其是動作片 可能《大哥大》 或者《成龍大哥》的動作片 大部分都有看過 以前你不會接觸到電影這行或電影的人 你覺得是很遙遠的事 在一次的一個主題公園工作 和蘇認識了一位朋友 他一直都是電影行 他就看我跳舞式動作 有沒有興趣試試學動作 接觸一下電影這行 我玩完試完學完之後 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介紹給師傅 就開始了這個電影 我會形容為又愛又恨 我是一個很喜歡刺激的人 所以每一次的工作對我來說 都很新鮮 很刺激 就算我滾樓梯 可能我每次都會有不同的滾法 當每次要剃一個很瘦的演員的時候 我就沒有口味了 其實我自己覺得特技演員和運動員 或者舞蹈員其實都是很相似的 不是說你上完 那個班就代表你 行了 我可以了 我甚麼都做到了 我自己在這行是一個小小插曲 這個也是前導演教我們 我們無論做武師也好 替身也好 都是要有戲的 要做演員的戲其實也很重要 試過有一次做替身 正常替女演員走位 對好機位 演員就到位去拍攝 然後我一進去的時候 我做了起床 看一看 然後導演就跟我說 你只是走位 不要交太多戲 那一刻我是有點懷疑人生 究竟我正在做的事情 對不對 當你做完一個動作 全場拍手掌那種喜悅 然後大家會有一個看著你 很仰慕你那種眼神 我的滿足感是很大 是錢都買不到 總之一天都喜歡這件事 就不要放棄 現在的目標就是 希望可以繼續拍電影 繼續做到做不到為止